大雨磅礼的夜晚,盲人女孩在火海中苦苦挣扎,而一旁的摄像师只是拿起相机,默默记录下了这一切。 嫌疑人熊大很快被警方控制,据嫌疑人所说,盲人女孩是她的模特,火灾是由蜡烛所引起的,火势蔓延得太快,她也无计可施。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是谋杀,将上熊大在姐姐聘请的律师的帮助下,熊大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 一年后,自由记者耶云来的杂志社,她表示一年前的熊大案疑点重重,因为被烧死的盲人女孩生前曾被申报过失踪。 不仅如此,有网友透露面对困入火海的盲女,熊大不仅没有上前帮忙,反而继续拍照。 此前也曾有过她跟踪并监禁模特的传言,耶云坚信熊大就是凶手,因此她想挖掘背后的真相,希望周刊能够给个版面配合报道。 主编小林原想拒绝,可主任却同意了耶云报道此事。 得到杂志社同意后,耶云以写书为由拜访了熊大。 见熊大不为所动,耶云便对熊大的成名做蝴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。 熊大发现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人与其他看热闹的记者大不相同,便答应了对方的采访请求。 接着耶云通过各种采访,了解到了熊大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他拜访了一位蝴蝶收藏家,收藏家曾是熊大的合作伙伴。 他称熊大对拍摄十分执着,为了拍到满意的照片,一拍就是几个小时直至晕倒。 可熊大的成名做蝴蝶却让他有种沉入深渊的恐惧感。 收藏家认为熊大深不可测,于是与对方断绝的来往。 结果不出所料,熊大果然出了那种事。 接着耶云又走访了熊大的同学,提起熊大老同学依然印象深刻。 熊大以前就有囚禁女人抢别人女友的癖好,所以他认为盲女一定是被熊大监禁的。 并且他还透露熊大和亲姐姐的关系暧昧不清。 学校有传言说姐弟俩曾遭受过父亲的虐待。 更可疑的是,熊大童年就曾经卷入过一起命案。 熊大的父亲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残忍杀害,熊大和姐姐因此身负重伤,凶手至今下落不明。 但熊大却表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,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,尽尽所有养育他们。 他与姐姐的关系也只是被同学们妖魔化了。 熊大的回答与同学截然不同,这不禁让耶云陷入了沉思。 这时女友百合子打来电话,熊大突然表现得十分关心,不停询问着两人交往的细节。 耶云和百合子的婚期近在咫尺,由于近期忙于采访,耶云想葬婚期延后,最近一直被男优冷落的百合子伤心不已,二人起了争执。 而这一幕被偷偷尾随的熊大竟受眼底。 四日,耶云拜访了曾负责熊大父亲一案的退休警官。 老刑警坦言,警方当时没有任何目击情报,只有他对姐弟的证词。 警方按照他们的证词进行抓捕,结果毫无所得。 由于犯人的特征只是姐弟俩的片面之词,加上有传言他们曾遭受过父亲的虐待,耶云坦言自己怀疑姐弟俩就是凶手。 他们谋害了父亲并做了伪证。 可老刑警却坚定否认了耶云的猜想,他们的证词丝毫没有破绽,加上二人当时只有十几岁,并且从现场情况来看,凶手绝对超过一米七五。 耶云在老刑警这边毫无所得,他在此拜访了熊大,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名为《地狱变》的书。 这本书讲述了平安时代有位画家被贵族要求画一幅地狱图,可画师只能画出自己所见的东西,有个场景他无论如何也画不出,那就是深陷火海垂死挣扎的贵妇图。 可最终画师还是完成了那幅地狱图,因为他亲自让女儿葬身于火海中。 熊大越说越沉醉,他认为这就是纠集的艺术,这也因此更让耶云相信熊大放火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。 这天熊大临时有事取消了访谈,他给了耶云两张舞台剧门票作为歉礼,耶云邀请女友百合子一起观看,不料在剧院前竟偶晕了熊大。 熊大的戏剧毫不关心,他的眼神停留在百合子身上,久久不愿离开。 事后熊大找到百合子工作的餐厅,邀请对方当自己的模特。 另一边,耶云忙于工作,等他反应过来,女友已经好久没有回过家了。 百合子的手机遗落在工作的餐厅里,他的社交软件上出现了拍照、摄影等关键词,看来这一切都与熊大有关。 一时都大事不妙,耶云连忙报警。 可由于百合子是自愿拍摄并不算监禁,警方拒绝出警。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与报社主编小林一同前往熊大的工作室,可等他们赶到时,一切为时已晚。 住宅已燃起熊熊大火,百合子早已葬身火海。 而此时走火入谋的熊大拿起相机,疯狂地记录下这一切。 警方在百合子的遗物中发现了日记本,上面控锁着熊大变态的行径,并记录下自己因恐吓而被拘禁此地。 证据确凿,熊大锒铛入狱。 事后小林收到了耶云送来的熊大的采访资料。 看到关于熊大姐姐的采访时,小林坐立难安。 她的思绪回到了从前。 二十年前,小林还是新闻系的大学生。 她的指导教授正是熊大姐丁的父亲。 就在某日她来教授家拜访,只见伤痕累累的熊大以及被父亲侵犯的熊姐。 这一幕小林永生难忘。 之后熊姐找到她,让她晚上十点来家里。 等她赶到后,发现教授瘫倒在雪坡中,而凶手正是站在一旁的两个孩子。 当然,小林并没有杀害他们,只是扮演了那个下落不明的凶手。 下属的到来打断了小林的思绪。 下属报告称在耶云的履历中发现了疑点,她的履历全是伪造的。 就在一年前,她还只是一家小情出版社的编辑。 于是小林决定亲自走访耶云曾经工作的出版社。 谈起耶云,社长尤为可惜。 去年六月,盲人女友出车祸后,耶云就开始变得奇怪。 她辞去了工作,想尽可能地陪在女友身边。 甚至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,默默跟着她生怕她受伤。 可女友却不想她因自己失去梦想,于是留下一封分手心后,不辞而别。 小林拿起照片一瞧,照片上的女孩正是死于熊大工作室的盲人模特。 欲感到大事不妙,小林连忙赶到社长提供的地址。 房间里全是耶云的调查记录,墙上满满都是熊大熊姐甚至是小林的照片。 原来耶云早已调查出熊姐与小林的关系,耶云见状便不再隐瞒。 她通过采访50名与案子有关的人士最终得出了结论,盲人女友的死根本不是事故。 去年她曾找到熊姐聊点情况,不料被对方下药,被迫发生了不正当关系。 事后熊姐坦言,熊大依靠蝴蝶成名后再无新作。 陷入创作瓶颈的她在盲女身上找到了灵感,多次主动发出邀约。 由于多次被拒绝,熊姐为了帮助弟弟主动色诱了主编小林,指使她帮忙绑战盲女。 而当时放火的人正是熊姐,她这么做的目的竟只是为了让弟弟拍出完美的作品,可由于熊大兴奋过度并没有拍下最完美的瞬间。 叶云痛苦地看着丧心病狂的熊姐可却也无能为力,既然法律无法制裁他们,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。 叶云在网上认识了负债累累的百合子,付她报仇让她假扮自己的女友。 接着叶云利用了熊大喜欢抢别人女友的特点,成功让对方上钩。 在此期间,她绑着熊姐,趁熊大外出期间将给予百合子吊包。 而熊大工作室那场大火也是叶云所为,熊大赶到后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世界,根本没有注意到椅子上的人是谁,因为她根本不会想到火海中的人正是自己的亲姐姐。 小林得知真相后跪倒在叶云面前,她明白自己罪念深重,因为她也是帮凶。 去年冬天,叶云决定与女友分手,她烧掉了一只珍藏的女友的心。 那一天,她放弃了梦想,放弃了在座自我,因为她要化身怪物,向那对恶魔解决复仇。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,这里是兔仔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